词曲 李宗盛 天亮灰也看不走孤单 午夜和白天不停的交换 游泽在街头一个人落单 节热的狂欢情人间浪漫 所有的快乐都跟我无关 无聊的工作让人更心烦 我又想你了离人在哪端 没有你陪伴 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慌乱被恐惧填满 没有你的日子 我真的好茫然 肯定就像丢了灵魂一般 我没有你陪伴 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慌乱不知怎么办 没有你在身边 真的好不习惯 如果现在回头会不会再晚 有机会不会再晚 所有快乐都和我不管 无聊的工作 让人更心烦 我又想你了 离人在哪端 没有你陪伴 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狂乱 被恐惧填满 没有你的日子 我真的好茫然 整天就像丢了灵魂一般 我没有你陪伴 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狂乱 不知怎么办 没有你在身边 真的好孤习 如果现在回头 会不会太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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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这首歌的前奏 那么前奏部分 和弦 然后左手和弦 右手的指法 基本上可以开阔整个曲子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小节 E M D M 和弦 是学过的 B M E M C D 然后 G M B M 这些都是学过的 都是学过的 那么和弦方面 基本上都是学过的 那么再注意一下 B M 和弦 是一个大横按 大横按 我说过 如果不熟悉大横按的话 那么先把大横按先练习一下 练习 练好了之后 咱们再开始 然后弹唱 练和弦 先练和弦 好 那么我们来弹一下 前面的八个小节 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 E M 六 四 二 三 六 四 二 三 D 四 三 二 三 六 四 二 三 这个节奏 这个右手的指法 我们之前是没有学过的 这个六 四 二 三 六 四 二 三 我们之前学过是六 三 二 三 对吧 那么这一段换一下 换成六 四 二 三 好 那么 D M D 四 三 二 三 然后再 B M B M 五 四 二 三 之前学的是什么 五 三 二 三 五 三 一 二 三 或者是五 三 一 二 对吧 那么这一段换就变成 五 四 二 三 那么这个节奏型 我没有单独拿出来 我就是在曲子里面 给大家讲 好 那么我们遇到了之后 我们再开始讲那些 就是右手不熟悉的指法 那么其实那个指法也很简单 按住那个和弦弹右手的指法 那么这样同样也练了 左手的和弦 熟悉的和弦 那么也练了右手的指法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就是没有必要 把右手指法拿出来单独的讲 好 我们以后都是这种 拿到一个星和谱字 如果说有不熟悉的和弦 或者不熟悉的右手指法 我们直接把不熟悉的和弦 和下面的不熟悉的指法 直接拿出来 练好了之后就行了 好 那么 C 和弦 C 第三个小节 C 423 423 然后D 423 好 那么第四个小节 第四个小节 G和弦 6 4 2 3 G和弦这里我们就只可按 只可以按那个无名指 按这一个手指就行了 G和弦我们就不按小指不按中指 反正这里没弹到 G和弦可以这样 其他的和弦不行 好 完了之后 D 4 然后有一个AM B M 那么这一个小节 它有三个和弦 G 然后AM B M 好 那么这双一个小节 三个和弦 那么这双和弦 大家注意就是说 要稍微的要快一点 那么就是说我们对右手的和弦 要稍微熟悉一点 我们才行 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么就是这四个小节 四个小节 然后连起它一遍 换和弦 先弹哪个 先按哪个 然后左脚练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牌子 没练熟之后 没练熟之前 我们就不用打牌子 练熟了 再打牌子 好 这前面四个小节 好 那么从 第四个小节的后两排 那么就开始扫弦 那么第五个小节 就全部是扫弦了 全部是扫弦 EM B 对吧 然后BM 先弹哪个 先按哪个 扫弦的时候 左手 左手的两个必要的技巧 左手两个必要的技巧 那么就是先弹哪个 先按哪个 这是换和弦的技巧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在每一个小节 每一个小节 或者是 这里没两个拍 这个地方没两个拍 最后那一下 最后那一下 向上扫上 我们就把它放空 因为要换下一个和弦 换下一个和弦之前的那一下 基本上就向上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左手放空 然后有充足的时间 我们去换下一个和弦 那么这就是 这个扫弦的那个和弦转换的两个技巧 这个必须要会 必须要会 好 那么我们进入主歌 主歌这里 就很简单了 这个地方 这里不是五三二三一三二三 这个是六四二三一三二三 六四二三一三二三 六四二三一三二三 好了 那么这个谱子 这个谱子咱们在淘宝里面 大家去搜索一下 店铺搜索百岛乐器店 或者是宝贝搜索百岛吉他 那么找客服问一下 要教学资料 那么就会有这首歌 大家对这视频 跟那个 曲谱这样对起来看 对起来看 因为这个我只只能写那个八个小节 只能写八个小节 然后后面的我这里写不下来 那么对着谱子看 我把那个全部弹一遍 大家看一下 五四二三六四二三 一三二三 再换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那个第一段的那个主歌 那么第二段 节日的光环和弦都是一样的啊 和弦都没有变化的 所以说那个执法 执法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练回前奏基本上都会了 没有 无聊的工作 让人更心烦 左手按不响没关系啊 继续弹啊 如果弹这个样子也没关系 弹这样子没关系啊 必须要弹啊 左脚比打牌子啊 右手必须要弹走啊 没有 没有 少不响也没关系啊 我的心好荒烂被恐惧填满 这样少没关系啊 必须要少不能停啊 左脚要打牌子 左脚打牌子 右手不能停 灵魂一半 没有你陪伴 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慌乱 不知怎么办 这里换三个弦 三个和弦 你在身边 我毫不习惯 如果现在回头 会不会再晚 好 那么这里一个见证啊 接着马上就要 扫弦完了之后马上分解 这里变化要稍微快点 好 那么这又开始扫弦了 好 好 那么这就是前面的一个主歌和副歌 那么这里有一个反复符号 反复符号 我们找一下前面的那个一个出现一个细线 两点啊 在哪个地方 我们就从哪个地方开始反复 好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扫弦啊 扫弦的时候 按不响 咱们就 咱们就 先弹了一个啊 先按了一个 按好了之后啊 如果按不响的话 左手啊 还是要按 右手也必须要弹 拍子也必须要打 一定要打在拍子上面啊 一定要踩在拍子上面 这样子啊 这样 踩在拍子上面啊 边换啊 边打拍子 边换啊 右手边弹 必须要弹 你不能等按好了之后 你在 你在 你再这样 这样肯定是不行啊 和弦转换啊 和弦转换啊 一个 两个条件啊 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练习啊 先弹哪个 先按哪个 第一个 然后就是一个 左手放空啊 左手放空 扫弦的一个和弦转换 好了吗 第二段是一样的啊 节日的狂欢情人皆浪漫 对吧 所有快乐都等我无关 一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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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副歌 没有你陪伴 真的好孤单 我的心好慌乱 不知怎么被恐惧填满 然后完了之后 完了之后我们要 从这个地方 如果现在回头 会不会再晚的时候 这个完 我们就从第二段结束了 完 好 然后完了 如果现在回头 会不会再晚 这是一个伪奏啊 左脚打拍子 好 最后一项 就行了 那么这就是这首歌 大概的一个弹奏方法 那么重点啊 就是一个练习什么练习分解 跟扫弦的一个混合练习啊 然后和弦转换啊 这个也就是和扫弦的和弦转换啊 这个必须要去多加的去练习啊 特别是这个大横按BM和弦啊BM和弦啊 BM和弦啊 我一再强调这个BM和弦啊 大横按啊 左手按弦技巧 怎么样才能把它按响啊 左手按弦技巧 大拇指食指对齐 靠近平思 对吧 我们大横按是这样的啊 用这个边缘去按啊 不是用这个指度去按 而不是这样按啊 你看一下 这个按的看一下很费力啊 我们用指度啊 不是不是 我们用这个侧面啊 这个侧面啊去压 你这样的话很费力的 你看这个手 就好像有点撇过来了 这样子啊 很累的 这样子啊 这样子 稍微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就行了 你不要你不要正对的正对这个这样去压这个弦啊 稍微侧面一点啊 侧面侧面一点这个地方去压这个弦啊 然后无名指啊小指最后中指啊 好 然后这个肩膀向下这样子 向下这样子放一点啊 手腕手腕这个地方向啊下面向前或者拱一点啊 不能拱得太胸 对吧 好那么大拇指在这个地方啊起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身体向前轻这样可以可以就是啊 让这个和弦按的更好啊 这样子往前轻一点 把这个和弦给它压住啊 对了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bm和弦啊 那么大横按这个地方啊 最主要是按第12弦和第6弦 这三根弦按不按的好啊 这三根弦按好了之后 你后面按这个二平的二三四弦就没有什么大大的意义 所以说啊 尽量的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在第一弦跟四 第五弦和六弦上面啊 第五弦但虽然说第六弦不弹 但是我们大横按还是要把它按好 好吧这样啊 对吧 这样子 用力要均匀的 最主要是用力要均匀的 不要使蛮力啊 这个蛮力是干不响的 不能这样子啊 你不能这样子这样子去按 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啊 你看你这样子这个这个整个手就缩成一团了啊 不行 这样手腕拿下来这样 向外拱一点 不要拱太胸就行了 好 那么这就是这首歌的一个弹词练习啊 我们这一刻讲到这里 那么呢 也一定会咱们做的 但是应该是哪一个弹词练习啊 因为我们这两个弹词练习